新疆地区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 不用是相关企业的损失 第二 有关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指责 完全是个别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意的谎言 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 破坏新疆安全稳定 阻恶中国的发展 第三 给老百姓包括少数民族的群众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般正常人都会觉得是件好事 因为可以让人民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但是就有人认定一定是强迫劳动 或者暗无天日的压迫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历史上 真的就这么干了上百年 所以现在以己夺人 第四 中国光明磊落 中国人民友善开放 但是中国人民的民意 不可期 不可违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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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